怪談志 切夫之痛 究竟世界上做了些什麼事 先叫做罪大惡極 什麼事先叫做天理難辱 阿俊不斷地在腦海裡 反覆思量著這個問題 究竟我在做什麼 我這樣做 我這樣做和裘勢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做這些事情 不可能 就算他現在內心 有一千度枷鎖 叫他千萬不要這樣做 他也深知 做了這件事之後 要承擔的所有後果 但是他依然不顧一切地豁出去 因為 望著正美我拿多姿的身材 還有 還有那些 脆痰好薄的皮膚 還有那種 只有他身上 才有的 獨有女人的香味 相信天下間 很多男人都難以抵擋 靜美的柔衡 靜美的美 更何況 是阿俊這隻 長年累月 虎視眈眈眈靜美 已經很久 已經很久的柴浪 這一晚 他要將多年來 埋藏在自己心底裡的壓力 一次過全部宣示出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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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他 不行 不行 不可以這樣做的 唉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時候 看著躺在床上的靜美 一事不掛地在他面前 但是面上 目無表情的樣子 阿俊知道 剛才自己剛剛做了一件 無可挽回的事 靜美 靜美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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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怎麼了 我 你 不要 不要 不行 不行 我控制不到自己 靜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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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雖然心裡很厚乎 但是 他知道自己 已經強暴了 他的好朋友 阿娘的未婚妻靜美 而他和阿娘 是很多很多年的老友 這一晚 特別寧靜 阿俊拉開家裡的窗簾 噗 吸到一口煙 噗 慢慢地噴出來 看著他自己口裡噴出來的煙霧 他回想起 和靜美認識的經過 阿俊 阿娘 和靜美 三個人 本來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從小學到大學 他們的關係很好 大過之後 阿俊 成為了當紅的演員 而阿娘 和靜美畢業之後 就做了老師 其實阿俊 早就心而靜美 但是 愛情這回事 從來都不可以勉強 而靜美喜歡的 偏偏是 看上去 薯頭薯老的阿娘 基於三個人好朋友的關係 阿俊 只能夠抱著很矛盾的心情 扮成一點都不在乎 將靜美讓給好朋友 阿娘 但是這麼多年來 阿俊沒有一日可以忘記靜美 即使是曾經 上司跟其他女生交往 但是他都只是把其他女生 當成替代品 當成水袍 而他心裏面 掛著的 永遠都只有靜美一個 但是 他對靜美的愛 也都只能夠 深深地埋藏在心裏面 直到 靜美和阿娘 向他宣布 他們即將結婚那天 阿俊整個人 好像陷入了崩潰的邊緣 蛤? 你倆這麼有空 讓我出來喝茶 這麼久沒見 阿俊 其實我今天 有一個好消息 和一個壞消息 要告訴你 你想先聽誰 不要硬 我先告訴你 我好慘 我以後 無自由 我失自由 那好消息是甚麼 我們要結婚了 你說我豈不是很可憐 以後他會困住我 我的錢 家用全都給他 很可憐 死佬 你是不是不想 你不想 真是傻 恭喜 我早就說你們兩個會結婚 恭喜 為甚麼 為甚麼他們兩個要這麼快結婚 難道我天 真的一點機會都不留給我 為甚麼 阿俊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整個人 墮入了崩潰的狀態 他這個時候想 不行 我要 我要得到靜美 哪怕不可以擁有他的全部 我都要得到他的肉體 我要 我要靜美 想到這裏 阿俊 把眼光 從窗外 看回床上的靜美 慢慢地說 對不起 我 明天會去警局自首 還有 我會和阿良 說清楚 說完之後 他不敢看靜美的反應 自己就走了 第二天 靜美的預所傳來了惡號 就是 他竟然沒有等阿俊自首 就已經 割墨自行了斷 當阿俊和阿良趕到的時候 靜美已經躺在血泊當中 阿良抱著 動都不動的靜美 他傷心 他傷心得哭不出 他整個人都震了 連一聲都震了 不斷在叫靜美的名 這種情形 無論誰都想像不到 一個快結婚的新娘子 竟然會做出一些輕生的行為 為甚麼 為甚麼你 等到我一個 阿良很傷心 阿俊看到這種情況 他內心很後悔 他... 他知道自己闖下都離天大 但現在他對著阿良 他甚麼都不敢說 其實他本來是想對阿良說了一切 只見這個時候 阿良沒有再說話 一個戰步抱著靜美走出大門 往走廊的盡頭跑過去 然後... 從九樓的高空直跳了下去 ... 離遠有一聲巨響 阿良和靜美雙雙雙躺在地下 在場的警察 誰都阻難不及 結果 阿俊就在同一時間 失去兩位好友 而他... 亦都沒有遵守到自己之前 和靜美許下的諾言 到警察自首 就是這樣 他每天都過著狗且偷生的日子 一年過去 第二年亦都過去 就在阿俊踏入三十歲那天 他開始慢慢地感覺到 自己在變老 因為... 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孤獨 於是... 他決定在自己變老之前 一定要掌握時間 為自己找一個盤 這個時候 適合他的一個製片人朋友 勸他參加一部新電影的拍攝工作 喂...阿俊 怎樣 這樣啊... 你都這麼久了 沒有開齋了 嘩... 我已經有部... 電影開了 這部電影呢... 老實說... 片酬是一本而已 但是... 剩下很多美女 很多美女 十幾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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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開玩笑吧 有開玩笑的 導演跟我說的 又有那些吻戲 床上戲 嘩... 這麼笨 嘩... 真的啊... 我都恨了 但是... 只要我醜醜 做不到男主角 這樣啦... 老友價 給個老友價來便宜便宜 你這麼久沒工作了 何況現在這麼多女... 殺到她啦 看見你這麼益我 殺你就殺你啦 嘩... 就這樣說了 我找日呢 帶個合同同樣簽約 就這樣吧 好 阿俊很快地答應了片商朋友的邀請 結果... 在拍戲的過程中 還真的看對了其中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的樣子很漂亮 性格好像小孩子一樣 而且身體猶人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她是芭蕾舞團的成員 她的名叫做阿曼 阿俊和阿曼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一段浪漫的愛情很快就展開了 而交往了三個月之後 嘩... 他們決定閃電結婚 但是... 之後的怪事 就接二年三個發生 老公... 為什麼... 天花板上面有血水的 哪裡啊... 讓我看看 那裡呢 哦... 傻妹來的 那裡... 生瘦那些... 鐵滲水下來而已 沒事的... 沒事的... 啊... 老公啊... 啊... 怎樣啊... 這麼晚誰過來這麼悶靈啊... 哎呀... 我不知道啊... 我出去看看吧... 咦... 一個人都沒有的... 玩東西啊... 阿俊對這種狀況白思不得奇解 於是... 找到一個師父過來看看 但是當師父一見到阿俊就說了 哦... 哼... 果然不出所亂... 怪事... 發生是因為感情瓜葛 在你跟這個妻子交往之前 你... 是不是有一個很深愛的女人 啊... 是啊... 嗯... 你這個舊愛死了之後 不知為什麼 她化成了泥鬼 那... 那師父... 現在... 她整天都會回來 因為她很想找你尋仇 啊... 那... 或者她今晚都會繼續出現在你家裡 那... 不是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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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一道符你 哦... 晚一刻你帶著她 躲在床下底 只要那樣東西呢 看到你家裡沒有人 事不然就會走 哦... 哦... 我...床下... 床下... 記住啊... 千萬不要出來 無論發生什麼事 知不知道啊... 我...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結果當晚 阿俊和未婚妻阿曼 躲進床下底 他們剛剛在床下躲好 門外面 突然陰風時氣 傳來了...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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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 阿俊驚動 閉上眼 肉都不敢動 掩緊自己的耳朵 但是那些聲音 還是很近 而且是越來越近 好像就在他耳邊響一樣 砰... 房門被打開了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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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傳來一聲聲哀嚎 突然間... 阿俊和阿曼 看到地下 有一灘血水流著 劍者 聽到一把 很熟悉的聲音 我找到了 嘻... 嘻... 找到? 兩個人聽完之後 心跳... 不停跳... 但是機遇 他們堅信一樣 師父叫他們 怎樣也不要出來 如是 他們閉上眼 他們... 他們怎樣也不敢向外看 但是這個時候 你知有什麼 好像在他們背部 按下按下按下 嘻... 他們忍不住 慢慢地打開眼 想瞇瞇瞇... 嘻... 但是奇怪了 前面什麼都沒有 難道... 是那隻泥鬼 看到屋裡沒有人 如是好像師父這樣說 走鬼了 哈哈... 那好吧... 阿俊和阿曼 立刻放鬆了 阿俊就說了 那隻人... 那隻人... 那隻人真的走了 讓我出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事 沒事了... 沒事了... 老婆... 我們安全了... 沒事了... 沒事了... 大胖難過... 大胖難過... 但是正當阿俊 由床底爬出來 都還沒站起來的時候 突然間... 背部覺得一陣氣痛 阿俊... 慢慢靈回後一看 這件阿曼... 竟然拿著一把菜刀 在他背部用力地插進去 阿...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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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把阿俊推在地上 為了不讓阿俊... 這麼容易死 阿曼... 沒有直接刺他要害 只是... 好像鋸扒一樣 在沒有傷及阿俊內臟的情況下 逐穿逐穿 將他身上那些皮膚割落 由於失血浩動 阿俊無力反抗 只能夠承受著阿曼對他的折磨 他這個時候 真是覺得自己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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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直至最後失血過多而死 第一 這種殘殺事件轟動全盛 而阿曼亦都好像鬼上身一樣 忘記自己之前做過殺阿俊的行為 後來進行法事的師傅來到現場 才知道原來阿娘的鬼魂是見到阿俊 他看一看 心裏明白 哼... 是那個阿娘的鬼魂見到阿俊 於是乎 扶了阿曼身 借刀殺人 因為... 唉... 我竟然計算不出 因為阿娘死的時候 是剛才落地撞死的 所以... 他在頭下腳上 倒轉姿勢地跳入 哼... 真是千算萬算 我真是想不到他這樣 都可以見到阿俊和阿曼 躲在床下底 唉... 但是因果循環 這些事 我都沒辦法幫到他們 不過... 他們的冤手 亦都可能 就此打笑 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